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韩信被水列阵 制止此地而后生 以三万左右心目之族 而大败二十万赵军 斩杀赵军主将陈瑜 并擒获赵王歇 赵国也因此灭亡 按理说 在此次灭赵战役之中 韩信作为汉军的主将 居功至尾 如果刘邦再立赵王 韩信也该排在其他人之前 但为何韩信却向刘邦请立张尔为赵王呢 据《史记怀音侯列传》记载 韩信乃前使暴汉 因请立张尔为赵王 以政府齐国 汉王许之乃立张尔为赵王 首先 张尔在赵国的根基极为深厚 陈胜攻克陈帝 而称王之后 便在张尔 陈瑜的劝说之下 任命武臣为将 少骚离护军 张尔 陈瑜为左右校尉 给予士族三千人 向北京掠赵帝 而武臣到达赵帝之后 得到当地豪杰的拥护 势力发展很快 得数万之兵 而连下赵帝十余城 其后 又采纳快通之策 对秦朝官吏招降那判 不占而得三十余城 至此 武臣有了自立的本钱 便在张尔 陈瑜的劝说之下 自立为赵王 陈瑜为大将军 张尔为右丞相 少骚为左丞相 其后 赵将礼良叛乱 杀死赵王武臣 左丞相少骚 张尔 陈瑜 便拥立了赵国苗以赵先为赵王 张尔 陈瑜素为赵乡 赵将 在赵国的根基极为深厚 再则 从法理上讲 张尔当为赵王 将与分发